人生女生 制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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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万里飞上 脚下踏边 前秋放花瘫之街 星球之上 结架阶线 但江河平安宁重流人世间 黑暗滴滴蚂蚁藏着红脸之夜 街外之火特殊这世间 望远航行去美影线 而我并离之光将有着烛天 师父 不错不错 在本身的袭击下全身而退 还毫发无伤 看来你就是那个号称 诸天最强的神奇 老爷 母 母后凶手 他就是前一世杀害你的人 前世 谁就是他 压制这个世界的修为上限 用活人献祭创造出穿越者的人 也是你 你知道的还挺多吧 本身是上一个世代的神奇 绝望之神 肥 你也可以叫我 肥神大人 喂喂 该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干掉了吧 可别让我太失望了 主天最强 原来如此 属于上一个世代的神奇 怪不得本座会没有印象 暗中做了这么大的布局 且是本座不认识的神奇 本想试试你的深浅 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 哼 不过如此 大言不惭 今日 是本身作为上一世代的十二主神之一 与你这新世代第一神的神战 这一战 必将载入诸天实测 向这万界宣告 绝望之神的回归 哼 你冲击量只是个修为残缺的成道精 载入史册 微冥响彻 它是要让你失望的 老爷 虽说这里是敌人的老巢 但是 还请你 揍他呀的 把这个又丑又嚣张的大眼怪 打得连他妈都不认得 小师又会认支持你 贤哥 土 土儿在 这一战 我一时只会使用阵法 你可要看好了 嗯 金刚无视本神 你的命 本神收下了 山河遥落 北三元四象落阵 此阵名为 北落天门 玄武大阵 古今阵法一道 越是强大的构造越复杂 也需要更多的灵力布置 花费大量的灵力 只败出一个防御法阵 你就已经输了 给本神碎 封神阵魔 大化三星 人像被锁住了 别以为封锁本身的神像自己就赢定了 你还没意识到 从祖宗现身的那一刻起 你以为尽死 啊 师父 好强 别装了 本座知道你还没死 神机阵法之间无缝切换 灵力仿佛无穷无尽 即便是以阵法入道 也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 竹天最强 宝尚明兰 也好 那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本座名为尘业 神其好 道尊 其含义 竹天万道以我为道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好一个万道 好一个唯我独尊 轮番施展神机阵法 本身承认 尚未恢复到巅峰的我 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本身不玩了 不过 在临走前 要给你这个猖狂的小辈 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 光神夺蛇 神夺其体 你该不以为我要夺你一个神奇的神吧 白痴 你的弟子 老爷 小仙姑他 猪天第一 道尊 不过是个笑话 这猪天万计 由本身创造出的瘦万传阅者 本身三十可以逃走 有种 你就来一个一个世界的招 哈哈哈哈 来 现在 我给你两条路让你选 要不你现在就把你心爱的小徒弟杀掉 除之而后快 如果你实在下不了手 我就用你徒弟的身体 将你活活打死也可以 怎样 选一个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现在 我给你两条路让你选 要不你现在就把你心爱的小徒弟杀掉 除之而后快 如果你实在下不了手 我就用你徒弟的身体 将你活活打死也可以 怎样 选一个呗 哈哈哈哈 如何 猪天第一神奇 哈哈哈哈 面对自己的徒弟 就下不了手了吗 这是什么 你 你做了什么 静魂连台 空明 佛门神器里为数不多的攻击性法器 一切带有邪恶气息的存在 都会过去镇压 这本就是为你所准备的 这可是你徒弟的肉身 要是我死了 他也一样活不了 哦 是吗 你还想在为师的怀里藏多久 哇 师父 你早就知道了 你把岁月花的本体交给为师 不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啊 哈哈 迫害你的宗门 已经被为师歼灭 现在为师把静魂连台的控制权交给你 这个邪神 由你来解决 哦 我来 去吧 小丫头 你只是本身转化的穿越者 是本身不只在诛天万界的一条狗 只要撕碎烙印 你的小命 我已经不怕你了 什么 你先看 哦 慢 慢着 小丫头 你能转世重生 那都是本身的恩赐 你放本身离开 你身上的老叶本身给你 我的力量 只是不给予的 去死吧 打魔头 我 不要 你住手 你不放的我 我可以 我 我 老爷 那家伙自爆跑掉了 无妨 随他去吧 竟然敢把手伸向本座的徒儿 本座自然要给那幕后之人 一点教训 以敬孝悠 主 主人 怎么搞成这副模样 谁干的 盗孙带着一个女孩降临清零剑 匪神不听在下劝告 执意要挑战她 被盗尊轻而易举地杀死了 不仅如此 盗尊识破了在下的隐匿身法 如果不是及时自爆法身逃脱 在下现在恐怕已经落到她的手上 盗尊 哼 匪神那个老废物 死了就死了 反正这些年来创造的转生者 也差不多够用 倒是你 堂堂道尊 怎么会让你一个小小的妖神 从手底下逃脱 主人的意思是 这是 主 主人救我 该死 你这白痴竟然 自从清明剑回来后 师父丢下了这些炼丹炼药的材料 就没怎么理过我了 是因为我隐瞒了前世记忆吗 还是修行的速度太慢了 不会的不会的 师父没有拒绝我的花花 师父应该是没有生气的 但今天师父说 在日落之前不能出屋子 让我一个人好好修炼 师父果然是生气了 出现了 是新的大姐姐 尊上 无量解说 你找我 有件事需要你处理 几天前我解决了一个上世代存活至今的神奇 这个神奇 拥有转化灵魂成为转生者的能力 我的三徒弟 也是他所转化的转生者之一 这是从我徒儿身上抽离出来的灵魂烙印 尊上是想利用我的能力 找到万界当中拥有这种烙印的转生者 没错 我认为那神奇创造穿越者 并非个人行为 背后或许有人暗中操作密谋着什么 由我亲自出手探查 难免会打草惊蛇 我需要你找到所有的转生者 在幕后之人利用他们之前 抽离他们身上的烙印 避免成为目标 找到转生者后 若是安稳度日的普通人 便任由他们在这一世生活 如果十恶不赦者 你可自行判断处置 遵命